仔细看 如果没有这张摇杆照片 或许没人能看出这是什么 看似卧佛的地貌 却不像外表一样那么简单 一座巨大的宝藏就隐藏在这里 1985年 家住安徽省寒山县 邻家滩村的老万收拾东西出了门 今天是他老伴下葬的日子 就在人们掘开土地时 突然在泥土中发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石头 泥土使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但奇怪的形状却引起了村民的兴趣 这批石头随即就被送到了安徽省考古研究所 据说当时研究所的考古人员都在野外考察 只有张敬国专家率先接触了这一批石器 张敬国仔细观察后认为 这很有可能就是五千多年前的遗物 这背后很有可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史前文明 为了印证这个猜想 随后张敬国便带领了一支考察队进村 心细的村民隐隐感觉到了不一样的气氛 在当地人的介绍下 村中有一处乱分岗 这里经常会发现来历不明的石头 因为是乱分岗的原因 村民都对这里敬而远之 但张敬国却在这里发现了重大发现 现在故宫博物院仍收藏着 张敬国在1987年发现的玉板和玉鬼 直到现在都没有人解开这个图形的奥秘 但有一点 玉板上的八角图与如今的八卦图不谋而合 有关八卦图的传说 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福西市 考古发现最早的八卦 也不过六世纪到七世纪的文王八卦图 这次出土的玉归和八卦玉板 证明了传说并非子虚乌有 五千多年前 人们就已经有对自然逻辑的认识能力 这次的发现颠覆了考古街 初探灵家滩孙时 张敬国就意识到这个地方不简单 但这个蕴藏千百年的宝藏究竟在何处 没有新的发现 考古队只好带着文物离开了这个地方 考古队走后 灵家滩逐渐恢复了平静 这片土地也被绿色轻轻地掩盖 这种平静直到十年后被彻底打破 1998年的一天 原本宁静祥和的灵家滩 突然出现了大量的盗洞 当情况上报到省文物研究所时 考古队员立刻赶赴到现场勘测 好在的是 结果显示 盗洞均未打入任何一个墓室 这个结果是不幸中的万幸 看来是盗墓贼走空了 没有什么意外 张敬国便带着考古队回填这些盗洞 在填补其中一个时 他突然发现这个盗洞像是一个墓穴的顶部 于是他停下了脚步 这次清理的过程中一共出土了三件御人 但让人震惊的是 这几件御人背后的随孔直径居然只有0.15毫米 史前人类将这块浴石打穿 而且将大小控制到头发丝粗细 当时的石器时代 人类所掌握的工具不外乎就是石头和木棍 这些东西很显然不能打出如此细小的孔 孔洞似乎只有金属器物能做到 可是石器时代哪来的金属器物 这已经跨越了人类一致的时间范畴 专家反而认为这是正常的 夏商周的青铜文明已经高度发达 但万物都应该有发展的过程 青铜器物的起源至少需要一千年的转变 按这理论推理的话 上推正好能推到凌家滩 这个结论直接让郑敬国心跳加速 如果这个结论被证实 那么他将找到了华夏文明最早的起源 他强人喜悦 只在考古系统内部进行汇报 并未进行媒体声张 这种消息一经流出 必定会吸引无数亡命之徒来盗取宝藏 届时凌家滩 将会遭受灭顶之灾 想到了这点 1998年时 张景国带着文物再次低调收队 一切事物好像再次回归了平静 为了保护凌家滩遗迹 国家将整个村庄设立成国家级重点保护单位 未经允许不得擅自动土 这样就避免了村民无意中对一击进行破坏 这样的生活并未持续很长时间 2000年时 一位老农打破了禁令 在自家院中打了一口水井 这次发现了一个瓦罐 里面还放着5500年前的草木灰 草木灰的出现再次提醒了张景国 这片土地下一定存在着千年的奥秘 事不宜迟 他立即就对这个地方进行试探型发掘 这次发掘果然出现了他们想看的东西 这片土地下埋藏着大量的红桃土 勘探显示 总面积高达2700平方米 这相当于6个半篮球场的大小 不仅如此 考古队还在这片土地上发现了好几个柱洞 直径大概在30公分左右 柱洞的出现 证明他原本的房屋建筑面积是很大的 这里很有可能存在一个大型的建筑 5000多年前 究竟是什么人在灵家滩建造这么一个大型建筑 他们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这些红桃土随即就被送往了中国科技大学的研究室 研究断定 这些红桃土的烧成温度至少在800摄氏度到1200摄氏度 这与现代砖的烧制温度相差无几 一个刚刚学会用木头搭建房屋的时代 灵家滩居然已经使用红桃土来建造房屋了 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如此大型的建筑让专家想到了一点 祭司神庙 灵家滩在当时绝对具备了相当高的文明 他们掌控着附近的资源 灵家滩的地下绝对还有高规格的墓葬还未被发现 但对于遗迹是开发还是保护 多方学者对此议论纷纷 一直都没有取得一个好的结果 2007年时 张静国知道不能再等了 因为这一年 灵家滩村再次出现了大量盗洞 而且他们目的明确 就是奔着那个最高规格的墓葬来的 那里面很可能埋葬着当年灵家滩的最高统领 拯救遗址可不容缓 2007年5月18日 张静国带领靠谷队高调进村 他们这次请来警察协助工作 将一大片土地围了起来 并拉起了警戒线 所有不相干的人一律回避 这一次张静国下定了决心 必须找到那个藏在他心中二十多年的宝藏 明年就是他的退休日 这必须要来上一场漂亮的收官之战 张静国作为这次靠谷队的队长 他的每一次指挥都关乎考古队的走向 年事已高的他 几次突发心肌梗塞 让他不得不退下第一线 但每次稍作休息后 他有投身与同志们一起发掘 但发掘过了很长时间 他们依旧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在路过一个还没有被回田的盗洞时 多年的考古经验告诉张静国 这里绝对不一般 他将考古队所有人调度过来 全力挖掘这处盗洞所在的位置 考古工作是极其乏味的 但没有一个队员寒哭寒泪 他们只希望努力终究不会白费 2007年6月21日 考古队员们在闷热的宫棚下 低着头注视着自己负责的区域 越来越多的石头露出地面 正当队员清理这堆杂乱无章的石头之际 突然人们发现眼前的这块石料 好像有所不同 他能触碰到一些奇怪的凹凸纹理 听到此事的张静国来到现场 他仔细观察后发现 这个椭圆形石头的前段 有一堆獠牙石的凸起 在这个凸起的斜上方 是一个类似眼镜的凹凸 这就不是一块子料 明明是经过人为打造的玉珠 当年张静国发掘第一座遗迹时 他就发现了一个特点 那个时代重要的墓葬上一定会有一个大型的陪葬品 玉珠的出现会不会预示一个大型宝藏的出现呢 玉珠被发掘出来后 天色逐渐变暗 张静国让大家收队修整 每个人的心里都洋溢着开心 只有张静国充满了紧张 他不是紧张别的 他害怕眼前这只玉珠突然消失 2000年时 他曾经将一块灵家滩出土的玉 交到了冯敏副教授手中 希望他能鉴定一下玉石的材质 冯敏教授是玉石鉴定专家 经过他手中的玉石都是价值连成的 但他将这块玉石放入水中 这块玉石居然像面粉一样散开 突然就消失在他眼前 就是因为这件事 张静国才特别担心 他害怕玉珠也会出现相同的情况 为此 他专门找到了地质学家来解惑 在距离灵家滩村50公里外 有一个采石厂 专家在这里找到了玉石的相同材料 透闪石 这种材质就是如今和田玉的一种 对此 冯敏做了大量的实验 终于让他们得知了真相 玉石经过几千年的彻底分化后 已经极其脆弱 刚出土的玉硬度可以达到6 但分化后却只有不到2 要知道 人类指甲的硬度都已经超过2了 解开了这个疑惑 张静国开始专心搞发掘 如果不出意外 玉珠的下方绝对可以出现一个重要的墓穴 还有诸多问题在等着张静国 随着发掘的深入 终于在某一天 他们在泥土中发现了数个白色环状物 从他们出现的位置来看 这几乎确定了 这就是一个大型墓葬 不仅如此 他们还肯定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在不远处曾发现过一处 灵家滩部罗祭坛的阶梯 而这个刚出土的墓穴 就位于阶梯的最顶端 距离祭坛中心 直尺之遥 祭坛自古以来就是权力的象征 有权祭拜天地的就是最高统领 谁拥有祭天的特权 就会拥有天下 能埋葬在这么重要的地方 这位墓主绝对不是寻常之人 他会不会就是 人们苦苦寻找的部落最高首领呢 经过整理后发现 这座古墓长3.6米 宽2.1米 酸性土壤 使墓主的尸骨消失殆尽 墓穴中的石器 玉器 陶器 被摆放成人形 有些地方的随葬品 租租叠放了六层 墓主头部朝南 头部位置放了大量的玉环 当年这些玉环 可能是被绳索连接成串 编织成一个巨大的装饰品 摆放在死者头部的 在灵家滩出土的所有墓葬中 从没有一人佩戴这么多玉环下葬的 这些玉环的出现 说明当时这位墓主的生前 拥有着巨大的财富 难以想象 5300年前 灵家滩就已经出现了 贫富分化的现象 墓主胸部位置出现了十几个玉环 这种被佩戴在胸前的玉器 暗示着死者生前拥有非常尊贵的地位 玉环佩戴的数量越多 主人的地位就越显赫 除此之外 大量的月分散在墓室的各个位置 通过它出现的位置和频率看 月应该是具有一定礼法的礼器 有一定军事的象征 这也说明了 墓主掌握军事权利 几平方的小墓室中 出土了330多件 预知器物 出土两只玉环 让专家判断出他的身份 墓主生前应该是一个大祭司 一位神权的领袖人物 很有可能地位远超酋长 这是张敬国在灵家潭发现的墓葬中 陪葬品数量最多 地位最高的墓穴 但勘探结果显示 灵家滩部落遗址 在5200年前就戛然停止 整个部落突然就消失了 只留下这些岁月的痕迹 是什么能让这个强大的部落 一夜消失 考古队将目光放在了 一记旁的河床上 这里曾经发现了许多遗迹的痕迹 而考证后发现 灵家滩距离5300年前 曾经就因为洪水改道 淹没过此地 由此来判断 灵家滩遗址可能就是受到了洪水的袭击 这个部落的人民被迫转移 1936年 人们发现了位于杭州市西北部 19公里 距今大概有5255年前的 两种文化遗址 在那里 专家找到了大量 巧夺天工的玉器 这1936年的发现 震惊了全世界 因为浙江在两种文化之前 并没有发现高度文明的存在 专家推测 灵家滩文化应该就是 两主文化的源头之一 灵家滩部落顺水而下 由长江进入到了江浙地区 对两主文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两主玉器和灵家滩玉器的选材相同 都是以透闪式为主 从两主玉器 我们也发现了高超的卓裕技术 这种技术 八成就是从灵家滩文明转变而来的 那个0.15毫米的钻孔 就是最好的证据 这些就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而剩下的都是未解之谜 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 更多证据的出现 将为我们揭开5000年前 石器时代的祖先 是怎么一步步发展而来的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